搞人心态还得看格林 赛后格林穿上凯尔特人冠军T恤 不过第18冠写的却是勇士 之前还曾经搞过詹姆斯两次 周末格林无疑是所有对手都会讨厌 但是作为队友却都会喜欢的那种类型球员 在总决赛赛场上 格林就不断和凯尔特人队员喷垃圾话 而在夺冠后 格林也是不忘嘲讽对手 在新发布的一条摄到媒体上 格林穿着凯尔特人队的冠军T恤出现在街头 但是在第18冠的位置 却写着勇士的对名 并且在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不是今年 或许在23年吧 不得不说 在搞心态方面 格林还是专家 这已经不是格林第一次读冠后搞心态了 在2017年读冠后 格林游行时就穿了一个印有Quicky字样的T恤 既和骑士主场素贷中心Quicken相对应 也暗讽骑士轻松被1比4淘汰 总结赛失败的太快了 而2018年 格林又穿了一个印有拳头和Mood字样的衣服 同样嘲讽James在之前发布的社交媒体 看来 格林每次夺冠 花式嘲讽对手已经形成了习惯